萬一哪一天 你遇到了強肥怎麼辦 爸 我早就想好了 第一 我會先保持冷靜 先一邊跟他周旋 然後再偷偷找機會按下防盜鈴 可是如果沒機會按下防盜鈴 我不會跟他來應的 我應該會先讓他得逞 然後 再好好地記得他的長相 或者 或者我會學爸 學我 跟他講道理 跟他講什麼道理啊 年輕人 這收銀機裡只有幾千塊錢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就為了這幾千塊錢 有可能毀了你的一生啊 這個值得嗎 我啊 看你好像有點困難 要不這樣吧 先把刀子收起來 我呢 先借給你兩千塊錢 等到你有錢的時候 再還給我吧 怎麼樣 打工很累吧 其實不累啊 打工可以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還滿好玩的耶 哦 像有一次啊 我同事遇到一個年輕人來店裡 他大概是要搶劫吧 可是他太緊張了 他連搶劫都還沒說出口 口袋的刀子 啪一聲就掉到地上 然後他就嚇得跑走了耶 還有一次啊 爸 爸 我知道你擔心嘛 可是我懂得怎麼保護自己啊 這個社會 本來就有很多人 很多事 可是 如果我一直活在被保護的環境裡 要是有一天 我真的遇到了突發狀況 那我一定會手腳慌亂 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那可是 萬一 萬一哪一天 你遇到了強匪怎麼辦 爸 我早就想好了 第一 我會先保持冷靜 先一邊跟他周旋 然後 再偷偷找機會按下防盜鈴 可是如果沒機會按下防盜鈴 我不會跟他來硬的 我應該會先讓他得逞 然後 再好好地記得他的長相 或者 或者我會學爸 學我 跟他講道理 跟他講什麼道理啊 年輕人 收銀機裡 只有幾千塊錢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就為了這幾千塊錢 有可能毀了你的一生啊 這個值得嗎 我啊 看你好像有點困難 要不這樣吧 先把刀子收起來 我呢 先借給你兩千塊錢 等到你有錢的時候 再還給我吧 看來我們家的牆裡 也真是長大了 啊 對啊 而且啊 我已經長成一條 強壯又扯不破的尼龍布了 是嗎 當然是真的啊 是這樣的嗎 一定的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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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